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来自我们世界各地的地球特派员 也欢迎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 说中国人情好不好 抽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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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看你看看还有人还有人 剪刀石头布 世界青年说 马上回来 精彩继续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参与世界青年说话题互动 为世界青年积攒人气 也可以登陆一直播APP 参与线上实时直播互动 更有海量男神陪你边看边聊 欢迎关注江苏卫视世界青年说 官方秒拍观看更多的视频花絮 观看节目同时 青年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 选择摇电视 关注节目官方微信订阅号 并参与精彩的在线互动 感谢360浏览器斗鱼直播 手机百度 百度铁吧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 马上就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特派员 发现了怎样的重大发现呢 会玩一些狼人杀 杀人游戏之类的 拍照 然后发朋友圈 天天在笑嘴 打打管打 我在学校跳绳 一分钟跳了128个 跳绳 踢剑子 九连环 还有抽陀螺 打玻璃球 玻璃弹珠 然后打卡片 剪纸 或者说是花灯 带了孙子 刷头龙 应该是 最会玩 不太了解 我觉得我们想法比较多 然后什么都会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国外玩的是比较贵的 可能在我们小时候 玩的东西里面 可能传统的东西更多一点 不但有传承价值 而且对质地也有开发 我觉得中国人会 更会玩一点 中国人真会玩 各位赞成吗 我们进行第一轮的表决 如果觉得赞成的话 请亮灯 好 现场只有四位朋友亮灯 那我们来问一下吴雨翔 中国人真的会玩 我这一次真的要吐槽一下 我们德国人 我上一次在厦门 就邀请了很多德国人 跟我一起去KTV 然后一起玩 我一进去了 就特别兴奋地去那个服务员 然后跟他说 这边来很多啤酒 来很多水果 薯条 然后德国的朋友 就盯着我看说 干嘛呀 你这边各买各的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 就要分开买单 然后拿那个啤酒 然后一个人就喝 没有游戏 啥都不玩 那大家在一起干嘛呢 各聊各的 就各聊各的 对事 家里有事啊 就这么丑 然后再想 如果跟我中国的朋友 出去玩的话 就玩骰子啊 玩那个划拳啊 都有 是吧 所以这个跟我们德国 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中国人最好玩 但这不是说 德国人不会玩 就说明德国人好小气 我觉得这是一个 文化上的事情 就是你所谓的真会玩 是比如到了这种场合 中国人是这么个玩法 对 有人会抢单 这个是无想的错 怪我 他们第一次来中国 你请他们去一个KTV干嘛 在国外没有KTV 他们根本不懂 什么叫KTV 外国没有KTV吗 德国好像只有一个两个 一个两个 一个两个 好 所以他的这个选择是 因为跟自己国家 对比了之后 学的中国 对比了之后的话 你去什么国家 不就会觉得 哪个国家的更好玩吗 不一定啊 看你就很无聊啊 大卫 他觉得你无聊 那你觉得为什么中国人不会玩呢 因为我觉得俄罗斯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都有的 你们打架吗 就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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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俄罗斯 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是玩各种捉蜜藏 就是玩 找不着就打你 没有 就是那么 这么好战啊 那么夸张 战斗 就是偶尔稍微玩玩打一打 就是意思一下也差不多回来了 你看你看你看 算了算了你分享你分享好吗 好好好 我是觉得需要看那个玩的定义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我们玩的定义是跟玩具有关系的 那不好意思欧美国家是最会玩的 嗯 啊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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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十年这个我觉得哦 又是玩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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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腻了 这我同意你的观点 各位朋友 中国人会玩 但是并不是最会玩 他们是不是忘了两个主持人是中国人 观众也是中国人 哈哈哈 比如说在泰国就逗牛 逗牛 逗水牛 怎么的啦 我们还逗屈屈呢 你会吗 会啊 我们这还逗鸡 我们还有逗鱼啊 你说点 你干吗 干嘛 干嘛呀 火气这么大呀 讨厌 哈哈 哈哈 你过来 冷静冷静冷静 哎 我那药呢 我上一场那药呢拿来 节目好好看呀 我喜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中国以前的玩具 好不好 有一些真的是连我们都没有玩过 看好了 告诉你一下 我们中国人的玩具是有多么的智慧 吓死你 有智慧到我们都没有玩过 直接吓死你 来 Incredible 哈哈哈哈 中国人玩起来 玩具种类多样 玩法千奇百万 比方说处居 既能表演娱乐 又能强身健康 还有孔子所 华龙道 都能预降娱乐 中国人玩风筝 能玩出雄音翱翔的发 一根绳子 也能玩出不同款样 所以说 中国人是名副其实的会玩 给各位朋友们开个眼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些玩具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随便拿一样 每人随便拿一样 好吧 我拿个空竹 孟天不错 知道这个是空竹 你们两个拿一样的 布莱尔也拿的空竹 我好长这个 我也要这个 我好长这个 这个线是没剪过 你怎么弄这样呢 他有没有副秘书长 我好长得是滚铁环 哇你那个最难 这个最难 最难 看你多长时间 要给 这个最难 最难 寒冰有选吗 寒冰选了吗 寒冰选了吗 寒冰有选吗 寒冰选了吗 寒冰选了吗 寒冰选了 谁是寒冰啊 谁是寒冰啊 寒冰选了吗 啊果干 果干 果干 来你了 来你了 我哪一个 我哪二 我 我 你给我放下 我哪二 你给我放下 你给我放下 我管 你给我放下 我拿走了 你拿狗了 我拿走了 这不是狗 我们的秘书长跟我们的特派员吵起来了 就可以拿一个吗 我拿抽它 我拿抽它 说中国玩具好不好 说 最好 最好 我觉得你这个玩具太暴力 你换这个 摸玩具好不好 最好 最好 太舒服 不要再玩了 现在我们上课了好吗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好了小朋友们 回座位了 小朋友们 我们可以一起玩我们的游戏啊 好 来来来 大家都选好了吧 好 抽的陀螺 抽的陀螺 好 小朋友 慢慢的 哎呀 选不够了这个啊 看着玩多开心 坐下坐下 乖了乖了 这样我们为外国朋友来介绍一下 分别他们拿到的是什么玩具啊 有一些真的连我都没有见过 我都没有玩过 像孟天跟布莱尔拿的这个就是空竹 大家都知道 我跟你们说 我这个小时候玩过 但是这个声太长了 这干嘛的吧 玩不起来啊 你玩过的是英国版的 这个才是正式版的 这个是正式版的 冬果的 走空竹走 他讲什么 手 眼 身 把 步 空竹主主要是玩 就有快乐 哎 差不多 差不多 是这意思 是是是 欧赞拿到的这个是滚铁环 这个是 你不是个乐器 对 蓝水红线 你看 让我记得不见 这个怎么 你试一下 试一下 对 这个怎么 试试 啊 他就是类似这样 我都不太会弄 来 叫声蓝一声铃 有钱碰个钱场 有钱碰个钱场 没钱还是碰个钱场啊 这有滚过 没有滚过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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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难 好 我要试试 好 我要试试 这很难 这个我要会 哇 哇 哇 太短了 会的吗 好 收起来吧 好 罗喵 罗喵的是什么 罗喵这个是陀罗 怎么搞啊 他稍弃 一甩 放平一点 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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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继续转 抽他 快抽 抽他 快抽他 你还要抽 哦 我应该有钱 可以了 可以的 OK的 还不错 滴嘴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高佑斯 拿的这个应该是布老虎 对不对 我先拿了这个 然后就感觉有点复杂 这是干嘛 对 怎么玩啊 你拿的这个是鲁班索 鲁班索 对 怎么玩啊 不然是一个人玩还是 不然是一个人玩还是 这个叫鲁班索 对 不能玩 跟我念鲁班索 打都打不开 鲁班索 鲁班索打不开 你想打开他吗 打不开啊 就不给你打开 怪了 你赔 这位老师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园区是有摄像头的 你要这样虐待小朋友 是会被罚的 让他知道得罪女人 没有什么好下证 好 那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环节了 就是发现世界的玩具了 我们现在想请TK11的特派员 来轮流分享 你们跟玩具有关的一些故事 那最后呢 也请你们在故事的结尾处 提出你们的问题 当然回答正确的朋友呢 就可以来收获到 你们带来的这款玩具 好不好 首先我们请黑木真二 有故事的玩具 日本太多 比如说Kitty讲 Hello Kitty 还有AtoMu 机器猫 但是呢 这次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这个 我们家有二十多个这个 有很多版本 对吧 好好看 这个呢 有一个传说 如果别人 给自己送了这个东西 那自己的恋爱会成就 是这样的一个传说 所以呢 现在提一个问题 你提一个对 提一个 快 蒙琪琪 今年多大了 四十二岁 来 回答准确 今天是四十二岁吗 为什么知道 你说了吗 我有二十多个 你是不太想送给我是吧 不太想成全我 恭喜余莎莎得到蒙琪琪一个 谢谢 请 请 好好保管 俄罗斯最有名的玩具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俄罗斯方块 套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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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俄罗斯的套娃 她是一层一层吗 对一层 好吓人 美国朋友怎么这样 什么东西 吓什么人 人里面怎么有人 你看 这合起来 还可以合起来 对还可以合起来 然后呢 你想不到 里面还有人 然后你看 还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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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很小的 一二三四五五五七八九十个 这个东西呢 它的来源是日本 谢谢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有人从日本带来了一个日本的玩具 叫做福 福禄 福禄 是一个日本的 日本七大神的一个 那个人就是把那个玩具带来 然后就发现在那个玩具里边 还有两个差不多的玩具 然后呢 但是那个玩具只是可能是某个人 就是为了方便装更多的玩具而发明的 是 于是呢 他就是在于俄罗斯的因素之下 塑造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的玩具 在十九世纪 同样的套娃也可以做 十阶青年硕系列的 那比如说 上面是沈凌 里面是莎莎 然后里面笑 等一下 你说我的肚子里套着于莎莎 然后呢 这个套娃我想送给粉丝们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送粉丝 必须让粉丝回答问题才可以 好 套娃用俄语怎么说 我刚刚说过了 好的 有人知道吗 Matyoshka Matyoshka OK 说得好 耶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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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过这个吗 看过 看过 葡萄夹子 对 葡萄夹子 第一次我们德国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玩具 然后小的时候它还有一个童话故事 后来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作家 他改变了 Tchaikovsky 就改变了这个故事 然后弄出来了一个 芭蕾舞 芭蕾舞的作家 对 葡萄夹子是你们那边的 我一直以为是俄罗斯的 一般就圣诞节的时候 会把它拿出来 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好运 力量 所以就是 今天就要送给大家这个 葡萄夹子 谁要 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一位 这个葡萄夹子 它的用处是什么 哎 哎 哎 韩兵最快 就是葡萄夹子 对啊 为了Kraik的葡萄的 对啊 哇 你太厉害了 真的吗 什么东西 真的啊 就是这样 对啊 就葡萄夹子 你可以拿一个 那它用什么地方夹啊 它后面还有这个杆 哦 然后它可以打开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葡萄 就从前面就塞进去 然后就 噢 夹子 我以为是这样 我以为这个你们知道 我以为这个你们知道 因为我们中国都是拿那个门缝夹 对 门缝夹 所以韩兵恭喜 宾兵 恭喜 他心眼好小啊 哎 刚好我这边有两个 吴莎莎 双巴胎 你看看人家 天哪 哎 真的吴与湘 你真的很会做人的 吴与湘你好好 嗯 还好 还好 好 那我们刚才分享的各国有趣的玩具 其实在玩这件事情上 我们讲了不只是玩具 不只是一些游戏 其实大家在一起剧的时候呢 发明出来一些有意思的 哪怕不借助道具的游戏 也是很好玩的 对 有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 各国一些有意思的游戏 有什么呢 黑木 日本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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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的游戏 然后打对方的头 啊 好玩啊 好玩啊 我的天啊 哦 输的人抓这个 保护 哦 哦 如果 如果打着了 就这个人赢 如果没有打着 就重新 重新石头剪刀布 现在希望有人给我挑战 我们每一轮是采取三局两胜的方式 一共进行三轮 第一轮谁来应战 哦 哦 哦 赞 哦 赞 赞 哦 赞 准备好 开始 剪刀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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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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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快 天呐 欧赞先生 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打我们的帕瓦罗蒂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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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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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欧赞 谢谢 好 那因为我们的黑木先生成功手类 下一位挑战者是 布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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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挑战者都是这么赚的 布莱尔 布莱尔 为什么挑战者都是这么赚的 布莱尔 布莱尔 为什么挑战者都是这么赚的 布莱尔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我就 这一局你作为老人队出战 如果赢了你便是老人之光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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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嗯 准备好规则都清楚啊 三二一开始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啊 哎 绑住了 布莱尔领先一分 好样的 反应快 好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好 布莱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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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布莱尔 布莱尔先生把泪竹打下了泪台 挑战布莱尔的最后一位 是 吴雨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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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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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吴雨翔先得一分 李奇良 哎 已经放这么近 你不如抱在怀里算了 好 好 来 剪刀石头布 啊 哦 打平 你好棒啊 打平 最后一局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哎 哎 我一个 干嘛 干嘛 哎 所以我一个 你赢了你 我一个 我一个 好尴尬 你们玩就玩 每个人都很心虚 好 好 别上捷啊 别上捷 剪刀石头布 哎 哎 哦 不 布莱尔 下手真狠 没有锤子打对方头 不是给对方开条 是 好 那我们恭喜布莱尔 获得最终胜利 哎 好 好来 请坐 谢谢 好 那我来说一下 英国的一个 非常传统的游戏 这个是 你想得美 这个是个礼物吧 这个是叫 Post the Puzzle 传递礼物 规则是这样 在音乐播放的时候 纳着礼盒的人 要把礼盒送给 就是传递给旁边的人 然后音乐停止的时候 纳着礼盒的人 可以撕开一层包装 就每一层 每一层都是有一个小小的礼物 但是大的礼物就是在中间 啊 所以就是玩的 啊 然后呢 我现在带来了一个超级大的礼物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玩起来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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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开 哇 这是套啊 中间盒子里面有个小的礼物 你可以拿出来 这个是送给你的 哇 对 哇 钥匙罪 好继续传起来 are you ready your makeup is terrible your makeup is terrible 哦 哇 sorry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怎么应该是还这么不爽 越来越小 哈哈哈 至少很实用啊 嗯 好来了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yeah are you rea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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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最后一个吧 不知道不清楚 真的 会不会还有 他夸下了海口 你拔盖 礼物就是盒子吗 就是这个大盒子 大礼在里面 好大礼 好大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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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是吗 我眼镜瞎了 这个是我亲自摄稿的明信片 你们知道这个市值有多高吗 淘宝上20块钱卖一车 送给你 谢谢 好的礼物 怎么你这表情 很帅这张很帅 是 而且他要看一下细节 各位看到没 这个是真实的明信片 不是普通的签名照片 这是中国邮政专门为我们 打造的独家限量的明信片 如果大家想要得到的话 就可以关注我们江苏卫视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 我们会有独家限量的明信片 还有笔记本送给大家 好 那其实呢 通过刚才大家的发现呢 让我们突然一下 好像回到了童年 无拘无束的样子 大家可以尽情地玩闹 做游戏 那我们可爱的TK11的小朋友们 接下来是你们亮灯表决的时候了 中国人真会玩 各位赞成吗 请亮灯 亮灯表示 好 只有两位非常坚硬不拔的同学 一直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 那接下来我们有另外一个发现 是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一个长相普通 学习普通 家境普通的三部青年 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年中 从来没有人夸过我 自从我认识一个美国朋友孟天 每天夸我夸的不要不要的 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你很酷 你很强 你很强 我觉得孟天的嘴才是最甜的 他是当之无愧的小唐人 我们先请大家进行第一轮的表决 请大家不要受到嘚瑟的孟天的表现的影响 我不会 绝对不会 保证不会 如果你们赞成的话 是 请亮灯 现场只有孤零零的四盏灯 分别是吴雨翔 高佑思 孟天以及我 你们疯了吗 一见到他 一见到你 你就开始说 欧瀚冰 你出门你该戴着帽子呢 你看 就我们看那个孟天 他真的特别会夸人 可爱 对 每次都会说 你那么帅啊 你长衣服 穿衣服穿得特别漂亮 他啥都会说 但是这个不走心 我特别同意那个吴雨翔的 那个意见 这几天吧 孟天经常夸我 我这几天有跟你说话吗 对 他的 夸我的方式就是这样 黑木炸很帅 龙幽很酷 吴雨翔 你的衣服很漂亮 就是一天就能知道不走心 其实日本人也是爱赞美别人 对方完全能相信我真心夸人 这儿你说的真的是没错 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发现无论我说什么 或者给日本人看什么 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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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跟黑木用日语说话的时候 跟他只有 只是跟他说了 こんにちは 就是说你好 然后他的反应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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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非常夸张非常夸张 这会不会是某一种程度上的 理道 不愿意拨对方面子的一种理道 对 想让你感受到热情 还有吗 我想说一下啊 孟天各位都知道 他是我们在场为最健的人 没有其一 什么 好迷 对 我最有发言权 我最有发言权 不不不不不 各位各位冷静冷静 我正想称心一下 我们刚才不是想折责孟天 这是因为他是我们最经常 对遇到的美国人 对 同意 我觉得这位青年说的 可能是说西方人的一个礼俗 就是我妈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从你嘴出的话不是好听的 那你宁可不要说 我觉得是说西方人的一个概念 不能说仅仅为美国人 我理解我们很懂这一方面 经常人家看世界青年说 觉得只有一个糖人 一个糖人 其实真正的唐人在这边 在我的内心深处知道吗 对 不走心 不走心 孟天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永远活在宇宙的中心 他就是宇宙 对 那没关系 不管是不认同我们的这一发现也好 或者是大家矛头直指孟天也好 没关系 有本事我们就现场来练一练 你们如果来夸别人的话 你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 我们现场有一个极端的目标 他不太容易被夸 就是我们的副秘书长余沙沙先生 不是余沙沙女士 不是余沙沙小姐 余沙沙女士 胸口碎大石 让他们每个人都夸我 巧舌如簧 挨个来夸你 最后我们请余沙沙来选出 她心目当中的小唐人 余沙沙 我跟你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自然就很暖 我特别羡慕你的将来的丈夫 没了 没了 我没有看出来 你刚才描述的日本朋友 在夸这件事上 你也没有语气出所 什么你也没有 然后你赞美的也没有 不是 你跟你老婆当时是怎么表白的 我跟你说 她现在就是向她老婆表白 你没看懂 你没看懂 她越不夸你就是越爱她老婆 我只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你说 杉杉 杉杉 我记你是一条女孩子 一条女孩子 女孩子 胸口碎 你这好像要结拜了这是 好来 吴雨祥 雨莎莎 嘿 你的皮肤吹坦可破 真的很光滑 很白 哎 像一个馒头似的 哇 我超喜欢 你这么怪啊 雨莎莎 哎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要报警了 我要报警了 她想吃馒头 她没有别的意思 我说我肚子可饿了 胸口碎大石 哎 雨莎莎 很多人说距离产生美感 但是我发现 我走得越来越近 你越来越美 我好乱吧 我走了 我 我走了 我 我走了 下一条 莎莎 你眼睛上戴的假睫毛 跟我的款式差不多 一样好看 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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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夸自己比较美 是不是 导演 以后不要出这种题好不好 每一题都是在伤我知道 哈哈哈 意大利 我很期待意大利的 你能不能配合一下 你能不能站起来 抱抱出来一下下 莎莎 莎莎 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 什么 黄游世界 黄游世界 我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世界 好 哦 哦 这个有 对 哇 不愧是浪漫的意大利人 哎 女孩们很吃这一套 有没有 冰冰到你了 哈哈 我真夸你不出口他 因为你完美到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哦 这一套你也吃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最找不出怎么夸才会这么讲 你好完美 只有这一句 好来欧赞 哈哈哈 那什么意思 你是 用笔画出来一样完美的一个女人 哇 对画出来 因为画出来的女人不会有错误 所以 你是完美的一个女人 那是当然了 哦 哎 而且你知道她这个形容很妙 你是用笔画出来的女人 不想要的时候就握把握把扔掉 哇 哎 你也要夸 陈明 莎莎 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 因为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了 那第一幸福的人是谁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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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可以啊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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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其实女孩子 有的人说 可能又要什么看房啊 车啊之类的 但是当你真的最真诚的那一刻 什么都不用就够了 就感应到了 但如果由你来选的话 刚才你觉得谁夸的是最入你心的 我觉得 我觉得你吧 这是我吧 这个不很想笑 因为你的眼神很真诚 那讲方式的话 罗明欧那个真的是很有 但是它是那个形式更多嘛 你知道在出其不意的时候 说出这种浪漫的话 是最打动人的 而其实说实话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打动了也好 或者让你觉得很不走心也好 其实有科学研究过的 所谓赞美别人 是有一个叫做FFC的法则 可以吗 是什么法则 对 它就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F是感受 第二个F是实实 第三个C是比较 比较 比如说你在一个餐厅跟一个服务员说 你的服务很赞 但就没了 人家不讲这句他也无所谓 但如果说你的服务真的很赞 每次我杯子里水快没的时候 你就主动帮我填满了 其他人都是等我要求的时候 他才做这件事情 那被夸那个人好满足 对 我们TK11进行一轮互相夸赞 用上这个法则 FFC 新人夸赞 蒙天 什么 你的头发非常赞 赞 然后帮你看出来更帅更高 你都不用操心头发 都比布莱尔更便宜 你知道吗 你说都比布莱尔更什么 更嫖逸 更嫖逸 我以为说更便宜 他就是看得比我还便宜 他长得比你便宜 这形容也是 真的 好 那我就夸一下阿赞 欧赞 欧赞 尴尬 不 欧赞 但是你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你长得相当有创意 所以我之前觉得我的颜值很低 但是由你来了 我觉得得到了衬托 我觉得你这个不是夸赞 你完全是小人之心 确实是 沈玲 我从去年的时候认识你到现在 一直非常欣赏你 你聪明 情商和智商很高 你证明一句话 意大利的一句话 最好的酒装在小小的瓶子里 这话其实是好的 我觉得有人怪 他说你是一瓶好酒 好 反正我刚才 我刚才被罗密欧垮完之后 我不是很开心了 好 来 下一位 吴玉湘 韩冰 你最近好有钱 好富裕 你两天之内微博粉丝从三十万 一下子到六十万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以买不起那么多粉丝 啊 啊 哇 你狠狠 吴玉湘 狠狠狠 别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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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玉湘 哇 来人的小心眼 好可怕啊 我怎么觉得我们每个夸人的都是围婉的损人 是吗 我试一试 我试一试 诶 朱丽 你好 朱丽 朱丽 老朱 认识你我非常高兴啊 因为你就是唯一个人看我成功跟我高兴 你看其他TKS1看我成功都批评我 都嫉妒我 让我很孤独 感谢你 你当我的朋友 真正 人家是真正的发展 真正真诚的在夸 是吧 同时其他的成员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好 怎么就不夸夸人家 黑幕 要不真诚的夸一下 好 大卫 你的日语特别好 好 在这个中国 听到你的特别标准的日语 我的心特别暖 谢谢 全然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です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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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 好 日本語 对 对 好 好 好 你还没说过 不 没说过 不 没说过 真的 真是素晴 安心 怎么样 汇语语了不起啊 两个人 那 去日本 谢谢 谢谢 你们翻译一下 刚才用日语对话说了什么 就是各种客套话 对吗 因为日本人夸奖的时候更夸张 日本人说 你日语说得非常好 不不不不 不不 你说得真的太好了 他说服你说得很好 即便你说得不好 天哪 就是你要接受他的赞美 他才停止 对 他才停止 而且必须时间有闲的人 才能对完这一段话 我还赶着要赶地铁的 不不不 就是 不不不 关键是日本人还一直鞠躬 一线线 对 两人鞠躬 有礼貌 没错 那其实说到夸赞别人 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有很好的技巧 或者懂得从什么样的角度 去夸别人 微信就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对对对 就是点赞 微博也有 你可能不用表达什么了 就是点赞 因为有的时候你说 你反而说得好跟不好 那个度都不太好拿捏 但是你点一个赞就够了 那我问一下大家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类的功能 是你觉得人家哪里赞 你就可以点哪里 省去了用语言的表达 各位觉得是不是一件好事 请举手 只有我跟欧赞觉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叫欧赞 因为我自己有点笨 所以我不会直接夸别人 那为什么大家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件事情 你们觉得不好 不好吗 不够具体 像美国人就有那么多可以夸的地方 要说得很具体 我才能爽到点对吧 别人说给你点赞 哪里好多可以在的地方 要说具体点 我才知道你要在哪里 对 今天有点像英文当中的nice 对 你讲得很nice nice可以说很多不同的事情 很抽象 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说得 稍微具体一点 点赞就是一样的 非常非常的广泛 同意 我同意就是语言虽然丰富 但是有它的美丽 如果我们把它灭掉 变成一个点赞 有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位 牛条的帅气 我不说什么 给他 这位丰满的碎气 我不说这句 给他 甚至 我走过来 嗨 喂喂喂 你在点赞啥呀 是的 我觉得真正的赞美 要稍微少一点赞美 但是赞美的时候 要有质量的 只要你的心弦被打动的时候 那你可以真正的赞美一个人 我懂你 少而惊 对吧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你可以善于夸赞也好 或者是不善表达 用点赞的方式也好 那如果你有一颗 希望赞美别人的心 不论用什么样的形式 你就要去赞别人 是的 而且 这是一个美德 对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伸手不打笑脸人 所以你多去赞美别人 自己也会变得很美好 真的 而且有的时候 你人的一生 你的自信心 搞不好 就是因为一个赞美 从此改变了 我们请副秘书长 余莎莎来选择一位 好 你觉得谁是当之无愧的小唐人 好 我这个奖要颁给 恭喜韩冰 恭喜韩冰 爆冷得到小唐人的称号 拥抱 不生气 我开玩笑的 没有 你们也算是冰释前嫌了 对吗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来投票选出 你们认为 哪一位特派员 可以成为我们本场的 王牌特派员 现场的朋友们 请选择 本期王牌特派员 他就是 王牌特派员 他就是 王牌特派员 世界青年说 马上回来 世界青年说 精彩继续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来投票选出 你们认为 哪一位特派员 可以成为我们本场的 王牌特派员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请选择 请选择 本期王牌特派员 他就是 王牌特派员 他就是 王牌特派员 《世界青年说》精彩继续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世界青年说》 不要忘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了 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